大选创造话题蓝绿阵营都绞尽了脑汁 蔡英文的十万小猪活动掀起风潮 支持者几乎是人手一只小猪扑满 而马英九呢他也首度发送台湾平安符 第一波就送出了五千个同样被索取一空 不过马英九批评打选战不该发扑满向人民目前 而蔡英文则嘲讽马英九是发平安符 因为他无法带给民众幸福 马英九一边进场一边发送平安符 让现场完全失控 民众又退又挤 抢制要从他手上拿下这一个 上头写着台湾平安 还有马英九庶名的小箱火爆 成本不到一块钱 现场发送的五千份通通被抢光 各位这是一个小东西 你算价钱的话大概还不到三块钱 这几个字裙子写的 包括台湾平安跟马英九 一共这几个字都是我写的 代表着我一个心意 因为只有台湾平安了 人民才会有福气 给予平安符极力又喜气的意义 不过看在对手眼中却找到了可以发挥的素材 我们现在的没有能力让大家感受到平安幸福 所以他在竞选连任的时候 他只能发给大家一个平安符 要让政绩 要让他的政府替大家创造平安幸福 这才是应该要做的事情 蔡英文抨击马英九是执政不佳 才会想到用平安符来讨好选民 才不像自己正义推出的小猪 变成支持者权力相挺的小儿捐款运动 不过这叮叮当当另类的打气加油声 听在马英九耳里却格外刺耳 我们长富于民 我们创造机会让人民富裕 而不是发埔满去向人民募钱 大家说对不对啊 对 真的要想想 真正长富的是长富在国民党在党产 真正长富的是在国民党的政策 取向上的这一些有钱的财款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可能要再好好地考虑一下 两边你来我往一边抨击 对手的平安符或小猪铺满 一边还要宣传自己的别出心裁 不管是免费发送的平安符 或者希望支持者加持的小猪铺满 都是蓝绿阵营在选战中 用来和选民互动 又能创造话题的最佳力气 二雅卫视林清兵徐红兵台北报导